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余钱限量 资贞限量 限量有四种嘛 对不对 那我们资贞限量跟跟限量 还有这两个也已经讲好了 最主要的这种的限量 本来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就是量的部分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二十一时机来讲的话 大家重视一个内心的和平 这不只是我们现代而已 从已经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追求的就是内下的 在内心的一些的平静的世界 那这样的话 内心我们就是比较有平静的 一种宁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来成立了我们就内心的一个和平的 宁静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确实了解 这种承办的方式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曾经就是问过 比如说我们修行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像是一个套了共识 就如这样的一般 那我们 比如说我们不能说套一个共识了 确实我们佛法有佛法的法则 它有它的规律 有逻辑 对 那我们就是说 为了 比如说以免将来出大事 或者出披露 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些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 那如何反 如何遮止 如何就是我们预防 所以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 你完全不知道一个 自己内心的一个世界也好 内心的白话我们讲的话 内心的一个思想的见解的 你的妄念或者分别等等 这种东西不理解的话 那就我们没办法 就是我们防范正先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外在的物质的话 那它一定要我们就是 外在的物质的话 我们处理上来讲 那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我们众生个人内心的一个 这种的窄念 妄念 颠倒 错乱等等 这种的心事来讲的话 除灵散来讲的话 你不知道的话 就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真的很难的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学习这种的论点的内容 再来了解之后 依照奉行 一定要依照这个里面所说的去 慢慢的去思维的话 逐渐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好 对 很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意限量的话 比如说意 上次我们讲过了 根式跟意识之间的差别 就是这两个意识跟根式之间的差别是 它们的所因 它们的不共 真善缘 它们的主要因素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的话 日和意识的话 它完全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的这种的心 根式的话 它完全是依靠日和的 言而彼时生无根式 任何一种所产生的事 这两个事 不共 真善缘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意识的话 它的日和的意识都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的 对不对 那一根式本身是一个信式 它完全不是一个色法 那根式的话 它依靠 言而彼时生无根式 任何一种而产生的 所以五根 日和五根 所有五根都是一个色法 完全不是信式 所以我们意识跟根式的差别在于这个关键点上 所以它的不共 真善缘上面 就是差别在这里 那限量的话 它有具足一些的条件 这都是一样的 离分别 还有不错乱 对不对 开始同达对境 了解对境 还有离分别 不错乱 这个都是共同 所有的限量都是共同所需要的条件 那不共的是什么 不共的是各个的真善缘 不共真善缘 就是他们的能生 因 因素是不一样的 主要的因素 所以差别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法夫的当下 我们的真正的限量的部分 真的很少 我们的心事大概都是分别 是完全是分别的 那分别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以说是它是不好的 但是分别也有好的 但是它分别的 基本上的它的体系来讲的话 相对我们限量来讲的话 也不好的 原因是什么 它还是没有成熟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它了解对境的方式是 还是有点模糊 相对我们限量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点错乱的成分存在 反式分别的话 它一定是错乱式 那限量来讲的话 完全不错乱的式 所以这两个的差别 错乱跟非错乱的还是有这种差别 对 以继续的主张来讲 限量完全是不错乱的 那分别来讲的话 完全是错乱的 那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相续当中拥有的 比如说决定来讲的话 我们通常十一周星上面 我们想做一些的事情的心 还有就是我们十一周星上 行作作物上面 起了很多的念头 这种的妄念 对 这都是属于是分别的 对 那限量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是应该是五 没办法自然就现实的 现实的 比如说我们言而彼此生五根世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不需要这么多的条件了 它原因是什么 它了解的对象是比较出品的 没有那么的威信的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四身相位处罚 四身相位处罚想的话 一般仿佛不只是这样而已 连畜生他们也直接可以看到的 这么粗皮的一个对境 不需要透过我们就学习 还有教授或者什么什么 不需要受教育等等 我们就可以五根世 大概都是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对境 那这种的限量就不需要 也透过我们受教育什么什么 才能产生这种的更限量 不需要讲这样子 对 那五根世当中也有更限量 但是所有任何的更世都是一个限量吗 不一定 不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吗 比如说更限量也有错乱式 颠倒式 还有邪恶未定都有 还有限量也有 我们不可以说全部通通都是一个限量 对不对 是都是限量吗 不竟然 对不对 都是错乱吗 不竟然 不一定的 都是颠倒式吗 不作骗不一定 所以这个时候上次我讲过了都有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这里面去选择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话就是这样子 人类当中也有 有些上脸的人也有 坏的人也有 对不对 但是我们人类是什么 我们不可以说坏 或者是好 对 两个都有 类似这样子 根世当中也有 错乱式颠倒式 还有邪恶未定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限量都有 OK 那一限量到一世的话也是如此的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一世当中也有这样子一个心事 对不对 OK 那我们拥有的这种的内心的很多的分别 那希望在内心的我们分别能够越来越减少 分别就减少的原因是分别都是大概都是变成一个限量 还有就是一个现前限量 变成这样的话 内心的分别就越来越减少 反正就是分别有穷记的时间了 现量没有穷记的时间 比如说打到成佛的时候分别就结束了 现量还没有结束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休息的正量越来越高 你就是了解的 所以你就是在内心 休息的程度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下 在内心的这种的分别就会越来越减少 这一定的 对 易限量 OK 易限量的话 他不共正上缘一根而生起 离分别 不出乱的了别 那新的就是一定要有的嘛 对不对 这是易限量 不共正上缘一根而所生的 这易离分别新的不受欺款的明了 就是易限量的定义 那这个里面就是他不共正上缘 就是他的主要的因素 他依靠 一他自己不共正上缘 跟谁不共的 跟是不共的 跟是不共的嘛 跟是是依靠跟 无跟任何一种而产生 易是的话他一定是依靠易根而产生的 对 然后呀 新的就是他一开始通达对境 之前除了没有看到看过 他一开始看到对境 所以新的 不受欺款的 不受欺款就是他完全通达了解 明了明了就是一个新式 易限量的定义 那依于于全限量自己不共正上缘 只观双欲三母帝之后宪政 细批无常 即出品后细批不特其了无我的 甚至就是于全限量的定义 那那种的于全限量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点的困难 我们反复没办法得到余全限量 余全限量是甚至以上才能得到的 比如说身为独觉的话 身为独觉的见到以上 还有菩萨的话 菩萨出那个出地菩萨以上 才能得到余全限量 反复没办法得到的 那余全限量的不共正上缘是什么 它是不共正上缘 它的不共正上缘 就是直观双欲三母帝 对直观双欲的三母帝而产生的 那这个直观 直跟观 这两个分开来讲的话 直就是安直 观就是圣光 通常我们这样的 有些的地方翻译就是说 吉止圣光 吉净的吉 吉止圣光 但是我们依照藏文的 直接翻译来讲的话 安直比较好 对 安直及圣光 那这种就是 这两个双欲的三母帝 依靠这两个双欲的三母帝而产生的 对 它不共正上缘这样的三母帝而产生 它了解的东西是什么 它了解 细平的无常 或者是 初平的无我 及细平的无我 了解这样的一个 甚至就是 甚至相续拥有的 一个智慧 智就是本智 叫做一个余情限量 对 那么这样的话 这我们就是不共正上缘 安直的圣光 这两个差别 我们以简单的方式来讲 讲解释一下 安直通常我们在社会 波罗大众来讲的话 大家重视 安直 每个人都懒懒善口 一定要禅修 一定要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三母帝 毗伯舍那 还有就是三母帝 类似这样讲了很多 那这种的安直跟圣光的差别是什么 主要的是就是安直的是一个三母帝 安直它本身是一个三母帝 那圣光的话 它是一个本身是它的体系是一个智慧 一个是具有能观察的能力 一个是那个涉及了所以全身的潜能 所以它就涉及了一个重点上面 它就是有这种的能力 比如说凝聚所有心事的一个能力 都凝聚在一个重点上面 它有这样的能力 这两个是作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能考察 能观察 具有这种的能力是智慧 那三母帝的话 它不会去观察的 它这是心 如果这种的三母帝 所以现实的当下 它就是凝聚所有的精神的力量 都是一个透露在一个所缘上 那又具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三母帝 对这两个的简单来讲的话 一个是安直是一个三母帝的体系 圣光的话它的一个智慧的体系 那我们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安直的境界 真正的我们得到安直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什么 有什么样的征兆 才能算是一个得到真正的一个安直 圣光 所以一定要了解 不然的话就容易误会了 那我们安直修安直的方法有很多种 虽然是密序里面没有特地的解释 这都是一样的 密序里面一开始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就开始 我们就是心 装心仪的安住在一个自身本尊也好 他身本尊也好 还有谈诚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你观想在当下 心就是完全透露 装心仪的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去观想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清楚的解释 所以承拔安直圣光的一个方法 主要的就是我们显教 经 论 这两个当中 所以修安直跟圣光的方式比较多 非常多 那我们举一个几 那个举出我们一些的经典论点的话 论点就是比如说 金庄也论 变中变论 俱舍论 等等 所以这种论点当中提到 所以承拔安直或者圣光的方法 那我们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承拔安直的过程来讲的话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仿佛嘛 没办法以撒纳结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定下来 七就是你的心 装心仪的安住在一个所缘上 定在一个所缘上的话 不到一秒钟马上就掉去了 也许就昏尘有时候掉去了 那编书编论当中也提到说 我们承拔安直的一开始初学者来讲的话 承拔安直的主要的障碍 就是昏尘跟调局 调局就是心往外撒乱 对不对 在那些妄念产生强烈的产生 处心大意的时候 这个就是叫做一个调局 昏尘是你心太虚弱了 没有精神 所以就是昏尘就来了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修山谋地也好 修安直 承拔安直的主要的障碍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开始就慢慢就是练习嘛 对 想要承拔安直的话 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去练习了 虽然我们真正的得到安直的话 对自己来讲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假如即便是对自己没有什么激荡的帮助的话 还是不会害自己了 反正就是我们修这样的去关系 所以承拔安直 这种休息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就是没有一个 您上次问的一模一样的 没有那个承拔安直的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设定的一个所缘嘛 这个设定所缘的时候 不需要套一个共事 这个随便的 对 自己 跟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你一开始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 这个所缘对自己跟自己适不适合 先我们尝试一下 对不对 不一定是一定要有所缘一个所缘 必须要的 没有这个所缘就不行的 没有这种的 它有就是选择性的 对 如果我们就是它的所缘来讲的话 先我们仿佛来讲的话 不一定 我比较习惯的 你不太接受了 有些人比较适合的 他自己观想这种所缘 心 装心理的 按照在一个所缘上的时候 这个所缘跟其他人不太适合的 也有这种的问题嘛 那这样的话 一开始我们修安直的时候 所以它的所缘是不一定是一个 有很多种 对不对 比如说颜色来讲的话 青花赤白都有 那我们就是其他的佛像 还有声音 色法 天空 海洋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初学者来讲 跟自己比较适合的 你观想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缘 那个时候你的心比较 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的话 那这个所缘是对跟自己比较适合的 对 那一开始我们 装心理的按照在一个所缘上 心不要散乱 一定要 医治我们自己的正念来 一定要观察 会不会有没有昏沉 会不会有没有昏沉 或者调局 我偶尔就这样的观察 那这样的话 一开始我们 装心理的一个所缘上 能安住多久就多久 我们这样的练习 对不对 一天差不多三次 四次 五次这样的练习 慢慢累积下来的话 内心的窜息是非常的厉害的 对 它完全是一开始困难 但是久而久之之后就越来越守心 越来越顺利 对 顺处自然 以后就不需要透过那么努力奋动 他就自然就心就是停在一个所缘上 自然就心凝迹下来 对 那 它的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重视这个修安直 或者上摩地 产修呢 它有短暂性的 它有短暂的一个意义 或者是救济的意义有两种 那我们短暂的它的利益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象是真的纷纷扬扬扬的 让现代的人大部分就忍心惶惶 所以没办法呈现下来 心比较急躁的 那这种的心急躁的生活当中 你想要好好的过日子也 它不让你好好的过日子 这都是我们情绪上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需要我们争取了一个 内心的一个凝迹的一个世界 那这样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一定要心定下来 对 我们心的定力够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的 这么潮 这么潮湿的一个 吵闹的一个热闹的一个 都是里面生活 如果你心地够的话 还是不受任何的干扰 不受任何的影响 心就定下来 它如果定力不够的话 你就听到了一个吵声 很大的声音 你心就跟着它走 还是在内心产生很多的妄念 把它当做一个不想听的 很烦的 那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在情绪的反应就出来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 那我们旁边就是 出了很大的声音的时候 那心就定不下来 心就耳朵听到了以后 它就是 通讯讯化到这里 马上就引起了很多的妄念 怎么办 很烦 这个叫做一个心法易乱 这是主要的都是 你心定的 定力不够 所以呢 遇到这种的因缘的时候 在内心 引起了内心的妄念执着 那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的情绪是非常的纠结 没办法定下来嘛 那我们就是心一定要充实 那个加强定力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训练 串习 所以内心 安定的方法 做最好的就是修产修嘛 安置就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心的也是 我们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尽力了 简单来讲的话 比如说 我们心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有时候心里想说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对自己而言 是变成一个麻烦 大麻烦的 你心里觉得 那是没有什么的 领受担任的 应该的 拥有接受的态度的话 对你而言 这是没有什么大麻烦的 这都是我们心的一个 接受的态度的差别 我们通常就是这个差别 真的差很多了 所以以我们 那个中观的道理来讲的话 确实是一切法都是明眼安立 对不对 这是明眼安立的逻辑 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想一想 就是我们就知道了 对 明眼安立就是 先我们取了一个名词 再来认知它的心产生的 所以它存在的方式 依靠这两个人存在的 确实比如说 通常我们讲的大问题 这是好的 不好的 坏的 这个很麻烦 这个本身都是我们自己 从心方面去捏造出来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几个人 两个人 举例来讲 那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人来人往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潮 那个潮 一个人心里就是觉得 这个地方真的很麻烦 非常的不安宁 有拥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什么 这是反背心很强 那个人反背心很强就是这样 在意太多了 这都是缓缓相扣的 对不对 他说反背心很强的原因是什么 他在意太多了 对不对 那他在意太多 反背心太强的人的话 出了一点点声音就 他没办法接受的 那这样的话 对自己而言是不方便嘛 一个人就是完全了解的一个人 对不对 那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他就是完全是接受 可以面对 可以接受的一个人 这样的新的态度来去接受的话 对他而言是 这个杂草是没什么 热闹是没什么 对不对 那我们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在意太多的话 你的心胸就变成一个狭窄的 那狭窄的空性当中 什么都没办法容纳的 对不对 那我们心胸宽大的一个人的话 多量很大的一个人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 什么都可以容纳 什么都可以 所以接纳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两个人的过生活的方式 过生活当中 领受到的 遇到的这种的困难 有多少的差别 确实这样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个人也是 每个月都真的是爱自己 那爱自己的话 想要照顾自己 确实每个月都会想这样子 这是不容置疑的 那这样的话 如何去照顾自己 如何去哀后自己 那不知道的话 那就有点糟糕了 对不对 那我刚才我们所讲的 二十一世纪当中 所以我们科技发达 或者是交通 任何的都是一个越来越多 那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走的时候比较方便 但是耳朵不太方便了 没办法让它凝迹下来 才天天都是日以继夜的 听到这种的声音 那心里没有去接受的话 那就天天都是不安宁的 这我举例而已 类似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 还是有我们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 念心的需要 必须要一些的条件 比如说满足的 自足 确实这样 如果你满足 自足的话 那就你的生活就 过得非常的愉快 所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参考一下 这里面所讲的 有没有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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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